皮筋骨連線來做一個解釋 那皮筋骨的話 從骨頭這件事情 骨連線這件事情 它是最能夠讓你直接體會 骨架本身它是支撐 那你肌肉的話它是動態 皮膚的話是它整體的束縛的部分 所以是說骨頭外面的這一層筋膜 跟附著在骨頭上最深層的那些 肌肉的那一層筋膜的部分 眼睛平視前方 胸口放鬆 肚子放鬆 讓你整個骨架往下 一節一節支撐落下去 直接到地板上去 那這樣的時候 當我往下壓的時候 那個力量就會是 完全是 實際上你會感覺到 當你站對的時候 有人從後面往下壓 你並不需要額外出力 你是用整個身體的結構 自然結構去做這個支撐 你的骨連線去做支撐的 所以就算 我這樣子跳起來 壓在上面 也不會有任何其他的感覺 他會有任何人會跟著 這邊